所以你 我答應你胡亂 但是不要廢話 有什麼台語 我都不知道 花蓮米老鼠是什麼用 花蓮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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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有點斜板 這地方有一個傳說 在這個地方約會的情侶一定會成 像我初戀就會在這個地方告白 結果馬上就很糟 很糟 我跟你講你的初戀在101告白 你才知道 你不要換人家米老鼠 在那兒 你沒有搶走 希望更可以 你看 Aphra 欸 內褲 沒有人 無數是變完 自己爽 這是什麼意思啊 破掉 這有點失敗 破掉還是儀位而已 他有本要破掉 結果沒有 他要睡儀位而已 對 沒有睡 你要不要再一次 可以嗎 當然 要等一半個小時算了 算了算了 好了 今天我們要講 您知道這些正妹是哪裡人嗎 其實不要看台灣那麼小 台灣其實 還是有一些 南北 東西的差別 各地的 其實有各地的特色 是 不管是語調也好 食物也好 習慣也好 今天要先請問 你們三位 對 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分辨 這個人是哪裡人 其實最簡單就是他的 你 所以你先講 對 我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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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是你 一名哥先講 對 我都沒有講就講 你是外親一個嗎 對 一名哥 其實 看臉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假 是不是 看臉 是站的時候還是躺的時候 你是看樣子嗎 不是 你為什麼一節目第一趴就 很爛 你看我們這四個人 看像南部來的嗎 是不是 我的話不是這樣講 對啊 我們也是像南部來的 你不像 我像 聽說人一看就北京來的 北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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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就是 太熟了嘛 是啊 你平常不熟 第一次見面 可能你還是要看她 從她的生活習慣 就是你看她飲食生活幾句 吃 還是要相處 你幫我怎麼分得吃 我跟你講 以前我有認識女孩子 她就是家裡 就是在南部 所以呢 剛才早上出去吃早飯的時候 發現她專門找一些 什麼 鹹雞飯 鹹粥 滷肉飯 炒飯炒麵 吃這種早上 是 我們小的時候 一定就是 豆漿燒餅油條 所以你認識女生說 你先吃個飯給我看 不是 知道 就是我們一定就是 豆漿燒餅油條 對不對 飯糰 饅頭夾蛋 就這樣子嗎 可是她吃就是 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早上吃這個 一定要吃鹹粥就對了 對 要不要來個蛋仔麵 就是 我們認為是中餐吃的東西 他們早餐在吃 早餐就吃 後來我當兵的時候呢 我才發現我在高雄當兵 其實越往南部呢 吃得越飽 吃得越豐富 對 所以我覺得 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 她到底是大事 大概是哪邊 越往南吃得越重 對 你看在澎湖 早餐起來就吃魚 而且生的 沒有 沒有啦 手手手手手手 對不起 生魚練就沒有了 一定是講話 因為南部人他們講話都會 你 這樣子 譬如說 你吃飯你 就好笑你 這樣子 你是哪裡人 你是台南 我說你是哪裡人 我是啊 他不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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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花蓮人 花蓮人 那花 花蓮人講話他們的 因為常常跟原住民相處的關係 他們的講話重力會比較重 沒有聽懂 那個懂會 沒有聽懂 這樣 感覺有點原住民的腔 對 原住民會有點被融合這樣 那你講話會不會 後面嗎 會叫 我跟你講 那是完全唬爛的 對 對 真的 真的嗎 對 那個完全是電影配出來 對 那林中心你覺得呢 我覺得 其實跟一鳴哥有點像 我覺得要看氣質 對 就看臉的氣質 可以大概知道 這哪裡人 台北 這一看就台北人啊 這個 我跟你講錯了 龜山人 真的假的 龜山沒有人 我是雲林人 雲林 好像喔 氣質還是會改變啊 例如說 南部上來台北生活久了之後 久了之後 你一定要在那個地區一直待著 才能用氣質跟穿著看得出來 對 比如說像去高雄喔 我們去高雄 那時候我去做跨牛 我覺得 可能寒牛會有點冷 我高雄說 不會啦 你們台北太冷了 高雄不冷 對你們來講不冷 對我們來講很冷 我真的假的 我說那你們去台北 台北好冷喔 他們就會有這樣的差別 對 他們來台北就去 喔你們台北人太冷了 嗯 那我們就習慣了 我們到高雄覺得好溫暖 對 我那時候去高雄還穿那個什麼 羽毛衣 結果 結果 完全就塞在袋子裡 高雄很熱 高雄很熱 看穿著也看得出來 穿著也可以啦 對 其實我們大概 大概做了一個 稍微統計一下 台北人特徵 有一個 這個也是國外傳回來的 搭手不低 自動會靠右邊站 因為 另外一邊是讓人家走的 對對對 這是日本傳回來的 對不對 是 進行車是 進行車隨早隨到 伸手就有 台北 皮包那邊 內建悠遊卡 內建悠遊卡 很多嘛 一定有悠遊卡 他們就不拉拉鍊 就直接 就進去了 對啊 他們說 偶連 但我們說停不拉 對 我們就想停不拉 停不拉 其實是日語 日語 那偶連呢 偶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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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園只會想到木炸 不然咧 欸 動物園 沒有啦 新竹 他們 高雄有個柴山對不對 對 瘦山 那也是動物園 沒有啦 因為我們都說 有去木炸動物園 木炸動物園 就是都是這樣講 其實木炸動物園 是台灣最大的 是 對不對 還有一個 再來我們 頂多講的六福村 六福村 六福村現在還有嗎 還有 現在更厲害 開車去對不對 對啊 開車去那個裝在籠子裡面 老虎這樣 老虎是帶過來的 對 然後住在房間裡面 它中間有個園的那個公園 然後早上起來 就長情路去 到門口 以前沒有對不對 以前沒有 現在最新的 很熱門 就是看著動物睡覺 是 宜蘭人 宜蘭Q 飯蛋門 這宜蘭人要解釋 說話會加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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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東西會去喜護會 不可能 他們那個就有個超商 對 只有他們宜蘭有 有 喜護會 新北市就是小北 對 對 小北 有沒有 北區啊 小北 咕咕 待會跟你覺得是咕咕 下雨邊騎車邊拿雨傘 這個是 宜蘭雨多 比較少人穿雨衣 真的 好 台中人這區個知道 吃大麵跟 麻藝 說話有語助詞 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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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放菜脯 蛤 家藝人 很愛吃雞肉飯 堅持吃細腸的米粉 吃豆花要加豆漿 這麼多 蛤 學校座位有公罵位 公罵位 待會解釋 公罵 高雄很厲害 高雄有騎車 高雄是左轉 一到十入名 倒背如流 會去加水站買水 對 因為他們水質不好 對 推薦景點一定是金鑽夜市 因為有瑞峰或六合夜市 他是高雄嗎 瑞峰 高雄現在流行這種髮型 我已經流了五六年了 但是這個就是高雄市左轉 沒有 半成三位 以上就是大概的一個情形 那現在我們一開始 我們對面有很多的美女 各位美女 第一 來 我們先從飲食文化 來推 推斷他們是什麼 哪裡人 好不好 來 第一位是Fish 你的家鄉菜是 一 二 三 炒麵加豬血湯 炒菜在哪裡 台東 台中 豬血湯也是台中 台中 台中 台中嗎 台東 台東嗎 台東豬血湯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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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他們那個車站 車站那邊有一間就是 炒麵炒麵粉 一定要買這些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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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光 帮忙 这是他们很有名的一个习惯 早餐呢就是炒面配猪血汤 请问你是哪一个 台中 台中人 台中 台中啊 台中 果然真的是炒面加猪血汤 对啊 就是有时候经过就看到 一大堆的那个炒面在那边 就一定要买一下这样子 不是啊 为什么是炒面加猪血汤呢 就是一定要喝猪血汤 吃的时候就觉得很有那种 感觉才和的 温暖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你们很爱吃辣的 对就一定要加个辣椒 而且加很多才会好吃 吃那种辣椒酱还是生辣椒 是不是红红的那种 红色一般的 红色一般的对 哦对对对 整瓶的那种像酱一样的辣椒酱 对对对 有点像番茄酱的那种感觉 真的这样挤 然后就加很多 在上面就很好吃 哪一家比较好吃 你觉得最厉害 推荐一下 没有我车站附近或是一些 逛一逛就有看到就会买 不一定大部分都买好吃的 对不对 车站 应该就车站附近吧 车站附近 车站附近 车站 车站 我们好久没有去过车站 可是他口音听不出来 你 怎么说 为什么听不出来 因为台中的讲话通常会 没有你现在讲都短啊 对啊你要 等他开心了 等他两个半个小时你就会 对 而且气质也想台中 对不对 对我们刚才是台北 对 为什么 没有没有这一看就台中人 这为什么 真的吗 因为他讲的嘛 你现在是坐在台中吗 对我现在坐台中 请问你从事什么样的 行业 行业吗 因为我去年刚就是研究所毕业 所以我现在是 尖职的model 呃呦 呃呦 研究所model喔 来来来来 走个台步啊 研究所是学历 对对对 来来来 好 配个男生给你 来来来来 你滚 好 一位 music 哦 model 帅 妹 妈在哪里 酷 身材很好耶 很酷 腰好细 肥腰好细 肥腰好细 三围子 三十二 二十一二三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一 对 二十二一 你的身高 一六六 体重 四十六 有标准 那请问一下你什么 什么写行 呃 O型双鱼座 双鱼座 哎呦双鱼座浪漫料实 我想双鱼座在 这一年啦 新的一年我跟你讲 财业很好 哦 真的啊 对但是不要为了钱 和赚钱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一直 就是想赚钱 对对对对 男朋友不少吧 没有 少来 一个啦 少来 喜欢怎么样的 大概什么样的男情 就比较和坡 然后阳光 你最好是有点幽默感 这样 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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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矮可以吗 比我高 那你不高 来来来 一层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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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我以为他也 没有我穿鞋子比较高 对啊 我有超过 我有超过166 加上头发 可以啊 这样可以接受吗 你干嘛 来 请坐 谢谢 好 请请教一下 你读那个研究所 您读的是什么样的科学 教育心理所 教育心理所 是针对小孩子 还是针对一些艺人心理的认识 可以选修 然后我是选修 教国小跟中等 就是国中这样 还是教育 教育 小学跟中学 是是是 好的 第二位 请看一下 您的家乡菜是 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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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是台北 不是 台北的话是凉面 凉面 我答应你胡烂 但是不要讲废话 好不好 绝对不是台北 我总不知道 凉面加美乃滋 来猜猜看 凉面 很难猜耶 凉面 这样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南部 左水溪以南 左水溪 嘉义或高雄 张晃 我觉得可能是台南 台南人很喜欢吃甜甜的东西 美乃滋 没有 我在台南出外景 大概十几年每年去一趟 一次都一两个月 没有看过这套 买不到美乃滋的 没有美乃滋 没有美乃滋 嘉义或高雄 嘉义啦 我们拍戏早餐大部分都是凉面 我是看细词的 林中信你觉得他是嘉义人 感觉 因为我刚刚跟他去聊天 他的口音真的是有南部口音 你跟大家问好一下 自我介绍一杯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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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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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输季的 射一個 射一個 你那有人坐什麼車來的 什麼車核心客運 鱉書 鱉書 你坐到這裡多少錢 沒關係 省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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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錢 沒奶滋 沒奶滋 我們都講白醋啦 白醋 對 對 你們也是講北醋嗎 就直接講白醋 你們也講白醋喔 對啊 美乃滋不是叫白醋嗎 對啊 那白醋還沒講 那醋怎麼講 公園醋怎麼講 好像也是白醋耶 那怎麼分不出來 可以北醋拿醋去背 擠在沙拉醬的就是那種甜甜的白醋 那個人到涼麵攤說我要加白醋 就是美乃滋 在涼麵攤說白醋就是會拿到美乃滋 可是重點是 如果說我今天去吃 我不要美乃滋 他直接就還是加給我們 所以你點涼麵就有了 你叫他不要加他不會幫你加 他可以不加 他會 沒白醋 他就知道 對 可是我們吃起來會覺得少一味 沒白醋是怎麼加 對 對 就是剛我演的老闆跟客人的對話 然後客人是從來北來的 好不好 好 請問你是哪裡人 嘉義 嘉義 我穿這個 I got you 等一下 我們對嘉義 永遠都是噴水 雞肉飯 雞肉飯 你們當地人會去吃那個嗎 你說噴水雞肉飯嗎 我當地人會吃雞肉飯啦 只是每個人喜歡哪一家不一定 推薦哪一家 對 文化路有一間叫郭家 然後有一間是叫微笑 它是只有半夜開 開到天亮就收攤 微笑是半夜的 郭家是整天的 都在文化路 沒有 都在不同地方 你自己放好Google一下 就是 沒文化 你講地 你幹嘛 文化路算是嘉義很熱鬧的路嗎 就是因為嘉義市超小 隨便騎就超過嘉義市了 我們能去的地方就那幾個 以前我自己做朋友是嗎 真的很快 很快 我在藍潭下面一點 以前不是有工專還是什麼 現在叫嘉義大學 對名 五十八軍軍部聯 然後呢 餐一文書 我厲害的 打混的 超強 超強喔 我覺得嘉義很好玩 嘉義真的小小好小喔 對啊 嘉義是個好地方 對 真的好 嘉義 嘉義 接下來下一位 肉燥麵 肉燥麵 你高雄的嗎 你高雄 肉燥麵 沒有 肉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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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都有啊 很多地方都有啊 對啊 皮都 台南是善於肉燥麵還是什麼 台南是肉燥麵 台南很多 台南太多了 太多人關菜盤什麼的 好啦直接講那一個 肉燥麵 高雄的啦 高雄的肉燥麵 肉燥麵 因為 雖然說我們那邊也是有美而美 還是 但是我們那邊就是 早餐 早上差不多六七點就會有麵壇 對 很多人買 而且很好吃 對 在南部最開心就是 早上起來可以吃麵 對 在台北要早點麵 熱熱的很舒服 對不對 也可以吃什麼麵 各種麵 還有切豆干之類的 對啊 切來切他們都有 我喜歡吃早點那種 是那種冬粉 可是是那種有點酸菜那種 酸菜冬粉 對 那個好好吃喔 其實還有一個更特別的是 鍋燥麵 鍋燥麵 對 早上就有了喔 對 他是在美而美那種店都會買 他會買 我知道你說哪一間 很多店都有啊 美而美就有賣鍋燥麵 有 在這邊呼籲台北市的美而美 麻煩你們賣一下鍋燥麵 沒有老師那個什麼 什麼炒義大利麵 什麼鐵板麵 鐵板麵 好不好 鍋燥麵嘛 喝點熱湯早前來個蛋 對啊 舒服啊 高雄人 有沒有男朋友 我結婚了 誰又沒跟結婚了 給你看一下 你真的結婚了喔 對啊 人妻 那你咧 你是 這個小孩大概生三個 看得出來是病的 對啊 不焉不酒不冰 那你結婚了沒有 真的假的 三個小孩啦 真的假的 對 沒有啦亂講的 對啊 那嚇死我了 我們台北人老面 好不好 你好 絲絲不得 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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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你就想感冒 還要講啊 我們不常都吃這些東西 台北啦 很明顯 台北人嘛 麥當 麥當 台北人嘛 台北人喔 對 台北人怎麼這麼白 天生的 現在是單身嗎 秘密 秘密就是多秘密喔 對 不是單身的 秘密就不是 請問一下你從事什麼樣的行業 單身跟領隊導遊 導遊喔 對對對 單身跟領隊導遊 對對對 請問你帶的團是 台灣本地 國高中生畢業旅行 喔 就都跟小屁孩在一起 是 被氣質才能維持這樣 你氣質很好啊 你覺得我氣質很好嗎 對啊 我覺得跟妳差不多 就是 不是 不是 你剛剛當導遊 媽媽 媽媽從事什麼行業 晚上在酒吧上班 假日見面會單身 也是 也是 酒吧上班 厲害喔 半個同行喔 對啊 你好 你好 我的家鄉菜 是 湯麵有蝦蝦米 湯麵有蝦蝦米 蝦米 這個一看就知道哪裡了 哪裡哪裡 伊蘭嘛 為什麼為什麼 我上次去 看到它 不是 伊蘭玩的時候 上早就有湯麵 就有那個魚丸湯 也有蝦米 有賣這種東西嗎 所以你們是 湯類的東西都很喜歡加蝦米 我們在地的 就是湯麵都一定會加蝦米 還有油蔥 油蔥 油蔥 還有魚丸對不對 對 都會加在裡面 喔 妳是宜蘭人 宜蘭人 請問一下妳從事是什麼樣的 我是展現的修葛 修葛喔 接下來我們要請教各位 這個上面的問題 一個一個來請教 這個首先 我們先問那個宜蘭人 什麼是喜富會 喜富會就是潮市啊 就跟大潤發一樣 然後在宜蘭就只有喜富會 沒有大潤發 沒有其他的潮市 就只有那一間 它很大型嗎 很大型 但是別的外 外縣市有沒有喜富會 沒有 也沒有 只有在宜蘭市 對 只有在宜蘭市 它宜蘭人開的 是 不過沒有大潤發那麼大 可是你們24小時欸 對啊 我們24小時 你們一人 我們一人 那有幾家 二三 二十幾家有 二十幾家 對 它就是全宜蘭市都有 整個宜蘭縣的話 二十幾家 還有大加小加 多多 它就是 像 大潤發 也沒有大潤發那麼大 就是佳樂福 中型 中型 所以不講 他們不講 我們根本不知道 喜富會 所以我們現在 去宜蘭就 喜富會 喜富會在哪裡 喜富會 喜富會 他請問姑姑是什麼 姑姑就是 在場的男生都有的 姑 哪有什麼好意思 喜富會 我是大姑姑喔 你別 你他兩個大姑姑 你小姑姑 那個怎麼用大 巨 氣姑姑 氣姑姑 所以姑姑是那個喔 這是男生的生肢器 OK 為什麼她姑姑 那女生的人 妹妹 女生沒有特別講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女生呢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女生呢 我講說男生 知道一下女生也要知道一下 那請問一下 宜蘭腔的飯你們怎麼講 你們怎麼講 蛋呢 母 門呢 母 好像喔 再一次預備 飯 母 蛋 母 門 母 虧母 虧母 虧母嗎 虧母 所以我們去宜蘭 裝宜蘭的 母母母母 你怎麼講 連腔都會有一個鼻子 是 那叫進是什麼意思啊 進口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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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加強語氣 真好吃 進口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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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機車只有台北人這樣講 應該都不會講機車 所以我叫機車 機車 就譬如說 競好看 競好看 競好算 競好算 競好玩 競好玩 那台中 台中吃大麵羹是什麼 就是那種粗的麵條 對 然後可能會和著湯這樣子 是羹湯嗎 羹湯對對對 那麻薏是什麼 王蟻就是一種可以退火的蔬菜 你們吃螞蟻 我們都是吃黃粒 黃粒狂 螞蟻真的沒聽過 鳳田過節要烤肉 我們只有中秋 你們什麼時候要烤肉嗎 就是還蠻喜歡烤肉 然後不知道吃什麼 就去吃燒烤 買烤肉 台中燒烤店好處喔 對 很多 而且好大喔 你們燒烤店 都非常大的間 然後很多層樓這樣子 對 台中店真的非常 超大 特別愛吃烤肉 可以去公益路 公益路 餐廳很多 碗筍沒有料 對 因為我之前 就是我在台南念書 然後我去台南才知道說 其實碗粿裡面是 有醬汁 對很多東西 結果之前在台中吃 都是只有菜脯這樣 有點無聊 那在台中 這爭議可以做 可以做 便宜 便宜 這麼低 對不對 可是你到台南賣台中碗粿 會吹 會吹 對啊 為什麼沒有料 咖啡粿 沒有料 沒有料 喔 可以耶 細長的米粉是什麼 細長的米粉 這一點我是沒有特別注意 可是聽說就是台北米粉都短短的 就是那種米粉湯的那種 可是我們都是長長一條一條的 就新竹米粉 比較接近新竹米粉 他們是吃的米粉湯 跟我們米粉湯不一樣 他們就是我們講的米 湯米粉 對 他們吃 那吃豆花一定要加豆漿 我們都覺得很理所當然 是後來就是一些像 剛剛說的炒麵美乃滋啊 跟豆花加豆漿 都是我們店家都是這樣做 沒有選擇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北都是加糖水 對 然後所以有些 我們就嘉義人之後去外地讀書 吃到豆花裡面是糖水 對他們說很驚恐 對 天啊 怎麼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豆漿 太行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而且這樣吃才好吃 沒有啦沒有跟你講 沒有啦沒有跟你講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們吃的豆花是加豆漿的 很好吃你一定要吃一次看看 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 你給他試一次看 超好吃 超好吃 就是嘉義 嘉義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有名是什麼 你講哪方面的 吃的啊 而且雞肉飯就是在外地開寫 嘉義火雞肉飯吃起來都跟嘉義不一樣 對 嘉義特別好吃 你一定要在嘉義吃一次 對 嘉義正好 那什麼是公媽味 那那個要講台語 叫公媽味 公媽味 就是因為不是你們以前讀書 就是都要抽座位嗎 然後就是如果抽中獎桌前面的第一個位置 就正中間老師的正前方就叫公媽味 就有點像海軍陸戰 抽到海軍陸戰隊千王的感覺 就最衰那個 衰啊 做做做 就不能做壞事 正前方衰啊 對 高雄人特徵 高雄是左轉什麼意思啊 我們先講那個這樣好了 照一般規定 是到這邊有個帶轉區 然後左轉 台中 直接轉 直接就是轉 高雄 是不是 你是這樣齁 對 我就是直接轉那次被 被警察在後面摔摔 這個在得意怎麼 就覺得 麥克風 雖然說還蠻不爽 可是就是一個還蠻好笑的經驗 對 就那種一次被開單 但是去台中大家不要講 不要這樣轉 會被開單 對 各位雄先生怎麼樣 就是 雖然說是騎機車 但是把自己當成路人 要走斑馬線 所以你要左轉你就先停在斑馬線 對對對 就先走過來 然後 你就跟行人一起 對對對 到這邊然後再走行人這裡 對對對 那你就走路就好了 你騎車幹什麼 可是每一個人都這樣 很多 基本上會 可是也是有遵守的人 當然我知道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方式 就對了 對對對 或是說 就是直接走人行道 這樣 可是 你這樣 你這個方式是 有人這樣就對了 但是 如果警察看到還是會去避 對啊 這是違法的 他要抓你他就會抓你 對啊 而且我好像聽說 高雄不太戴安全帽騎車對不對 因為高雄鄉下 偏僻的地方很多 那邊也不會有警察 而且旁邊都是稻田 你不需要戴安全帽 對 就比如說我們戴安全帽 那邊騎了 才會奇怪 你台北的齁 你這樣我啊 你是在 我知道以前有一個 很令我驚訝的事情 就是早期 我去高雄就是 叫計程車 就土狗 我就站在慢車道這樣 奇怪 計程車都走快車道 後來有一個高雄人說 你要什麼 我叫什麼 你叫我啦 你去快車道那裡 那我就找到快車道的那個 那個安全帽 安全帽 一到就去 以前啦 因為我住的地方 路上就沒什麼計程車 你住哪裡 要打電話叫是不是 你住在哪裡 高雄的 鋼山路族那邊 鋼山路族那邊 我們的計程車都要用叫的 用叫的 他有時候還會開 接車 不是 打電話叫 打電話 他說還會 就是他的計程車 是自己家的那種車 喔私家車 不是黃色的 黑牌的 黑牌的 而且可以跟韓國一樣 全台灣都有 對 當地人經營 一到十路密你會嗎 會啊 一 一心二勝三多四圍五福六合七賢八德九爐十全 十全 而且以前去高雄出愛景那個愛河都很臭 很臭啊跟基隆河一樣臭 基隆河 跟基隆河 跟基隆河也很臭啊 對那個年代差不多啦 現在還好 現在都不臭 現在都整治都 現在變得蠻漂亮的 很漂亮 那台北人 台北人說丑伏地靠右邊站 你們都不會喔 也是會啊 你很流行耶 現在高雄其實也都大部分都這樣了 因為捷運站 對 以前不會對不對 以前比較沒有 現在大家因為 有的會罵 對 誰啊 對 你們台中會嗎 靠右邊站 捷運嗎 還在蓋 不是我是說 譬如說百貨公司啦 不看情況 趕時間真的就會走左邊這樣子 就沒有絕對 一定要看右邊 對 那嘉義 沒有在理中 嘉義沒在管的吧 就是都悠閒啊 開心怎樣就怎樣爽就好啦 對 頭皮就直接坐著 比較隨性 比較隨性一點啦 對啊 這個不就是 沒有那麼急啦 對 因為他們的生活步調比較 所以是不是你會靠右邊站嗎 會 可是我都會直接走 用走的 接下來我們要講生活習慣 好 來 家人就愛 家鄉人 這個很有名啊 台中泡沫紅茶 有名啊 泡沫紅茶 真的是台中傳出來 對 好像是二十幾年前就開始了 從那個火車站 後火車站那邊開始 雙石路是吧 雙石路 一中街那邊嗎 對 那附近 而且他們有 他們喝泡沫紅茶 配乳味 對 對 有 乳豆干啊 什麼那個 鋪雪糕 所有的習慣都從台中傳出來 對對對 你 因為熱嘛 你有覺得這個很正嗎 我還蠻喜歡 就是跟朋友就是去 春水堂 春水堂 有名了 顏鎮 豬奶茶那邊 台北線也有 他算行情好了 什麼京城一街那邊 京明一街 京明一街 京城是明京城嗎 京明一街 對 然後點一杯 然後就坐在門口 可以聊一整個下午 就聊到關店都可以這樣 而且坐在門口 又不下雨對不對 台中不下雨 也太下 對啊 車子買二手車是要買台中的啊 而且台中最好 台中連颱風都沒什麼影響 是 對 每次颱風到台中就是 怎麼就是大太陽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 泡沫紅茶店 它還有演化史對不對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它會比較 就是為了吸引顧客 當初好像會比較 就是 少辣妹 然後現在已經進化到 比較文藝一點了 幹嘛要進化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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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懷念過去喔 是不是 對 嘉義人 你加這盒就拍 你把我撩下來了 你拿捏 不好意思 逛家樂福夜市 欸 家樂福 家樂福 家樂福是家樂福嗎 不是 就是那邊 就是有一間家樂福 它旁邊開了一間夜市 所以叫家樂福夜市 所以叫家樂福夜市 這蠻好笑 很酷喔 很虛喔 沒有可是 因為以前就是都會有擺夜市 後來就都沒有 所以嘉義就剩下這個夜市 跟那個文化路可以逛 你們夜市是沒有每天開啊 因為有人是禮拜二去 他就說禮拜二 嘉義沒夜市啊 沒有因為這樣 我會這樣去嗎 我們就有一天休息 可是文化路是每天開的 對啊 你可以去文化路 文化路 對對對 所以家樂福夜市 算是你們算是流行 對啊 旅行 對 就只能去 不是因為就只能去那邊啊 其實嘉義還有一個地方很好玩 哪裡 嘉義靠山區啊 有一些那種 那個叫什麼 田野餐廳啊 看夜景的 還有他做的是那種 用竹子做的那個棚啊 什麼的 菜都很好吃 我跟你講小康那個是給 觀光客去的 有 真的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個 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演習 我們當兵我們就是外地去的啊 不是 我們演習就去 譬如說藍潭上去 翻路鄉的 竹棋 對對對 那邊就很多土雞城 然後我們就揹著槍 全副武裝 去吃土雞 因為那個 那邊是在市區裡面啦 對啦 就是市區真的很小 所以我們搭去是嘉義啦 對對對 因為演習嘛 又不是真打 對對對 吃土雞 我是跟XX所以說什麼 花蓮 花蓮著名地標 讓土中康嚇傻眼 花蓮米老虎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我們花蓮 火光 幫忙 班露鄉的 竹棋 對 那邊就很多土雞城 然後我們就揹著槍 全副武裝 去吃土雞 因為那個 那邊是在市區裡面啦 對啦 就是市區真的很小 所以我們跟大家介紹是嘉義啦 對對對 因為演習嘛 又不是真打 對對對 吃土雞 我是跟嘉義大頭似的 所以說真的 你們家家人幹嘛 看情況 看情況左轉 剛剛那樣轉還不夠 還要再來另外一個 就有時候 就是方法類似台中市左轉一樣 直接轉過去 只是車多比較危險的時候就會停著 可能就走高雄市 對 那如果車不多 就直接轉過去 無警察時 直接轉過去 台中市左轉 帥氣 就是 其實高雄人就 自然 高雄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他路很大 對 你知道高雄路都很大 我們在台北看高雄路就覺得 哇路都好大 對啊你如果說是 每一條都很大 像我們台北這樣左轉 一個左轉十五分鐘嘛 黃玉根這麼久 你們家家人 你們家家人 大紀人 台北人 你有錢啊 沒有 對 別人都大捷運 有時候 沒有 就是有時候趕時間趕工作 對 台北是搭建的時候最方便 對 因為行車不方便 一到三四台 對 差點打起來 嚇死人了 沒事 算了算了不要這樣 我做第一台不要這樣 然後第二台第三台跟著 對 都算我的 對啊 搭計程車那是真的 台灣台北市這個 計程車真的算是 全世界最方便的 對對對 所以計程車這樣子 他生意反而不好 你知道嗎 競爭太多了 競爭太多 是是是 我們曾經有個說法說 你出門只要一招手有計程車 就代表其實現在 台北的景氣沒有這麼好 是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你要抱怨好不好 我沒有抱怨 不是 我是跟你講 會有這種現象 真的就是有一些 你到外地去搭計程車 就代表那個 都客滿對不對 不是 你不好叫 越不好叫其實經濟越緊急 大家都坐滿了嗎 不是 你在離身坐計程車 人家是不能隨便亂停車 對啊 他們是一定要打電話叫 沒有沒有沒有它是有固定的坐計程車的點 招呼站 對 你亂停車調子就開單了 知道嗎 對 國外是這樣子 就新加坡都不能亂叫 對 它有固定叫車的地方 不能亂叫 不能亂叫 宜蘭 我們宜蘭的人 就愛 裝擋風鏡 機車一定要叫他擋風鏡 你說 摩托車嗎 對前面 然後你再加一個大腳 因為你們都喜歡 對 因為我們在那邊愛下雨 我們又不喜歡穿雨 很會飄 對 宜蘭愛下雨 而且他們的雨都一陣一陣 對 當然都不大 然後就裝了 就我們小時候的尾四排有沒有 一個打風鏡 對 Eason 什麼花蓮米老鼠是什麼東西 花蓮米老鼠我也要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 這就是我們花蓮米老鼠 花蓮的米老鼠 你們長得有點邪門 對 你們幾個就在米老鼠這邊怎樣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講 我們花蓮人都會講說 你譬如說 約在米老鼠的上面那邊這樣子 碰面什麼的 那因為 你們這個米老鼠可不可以加一個字啊 什麼 碰 對 他就是 訪那個迪士尼 所以那個時候有台北的朋友來找我 然後 一開始還以為說我們花蓮人 開了一間迪士尼還什麼的 你神經病我們會這樣認為 我們都講說 我們看那個米老鼠 假的材料 沒有 這是大家會約會嗎 沒有 這是我們從小到大的 這是一個地標就對了 它是一個公園 然後我們從小到大都會去這邊 譬如說 約會啊 約會 但是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傳說 是在這個地方約會的情侶一定會分手 蛤 真的假的 對啊 像我初戀就是在這個地方告白 就馬上就 很招劈腿這樣 我跟你講 你的初戀在101告白也是哪個 你不要看人家女好主 是你個人的問題 好不好 那 中斤 你們高雄現在 你躺回去嗎 還是躺回去 我剛上來而已 我剛上來 好屌好屌 所以還是做手服地還是不會太像台北分這麼清楚 對我覺得 而且 即便是 在百貨公司那種一定是大家都是 比較隨性 隨性的 但是一般的捷運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人 沒辦法習慣 對但是你就會不好意思啊 就是 有的時候是 你在最後了 然後你看是最前面那一個 就站在那邊 你也不好意思叫 大家就 你這樣我就跟著站 你不動我也跟著不動這樣 可是之前好像聽說這個捷運 你們一開始不太習慣做對不對 現在 都是騎摩托車上下班 對 其實現在還是有多數的人都還在適應 包括我 包括我在高雄生活的話 又習慣 我還是習慣騎摩托車 不是他們的路太大了 而且 比較省錢 不是你 對 而且比較省錢 你的點是兩個站中間怎麼辦 對 那走起來 你看像他們那什麼男子工業區 那他們如果說家裡是住在夢時代 哇塞 多遠啊 因為我覺得高雄跟台北最大差點 不要亂講 不是 我們在高雄當兵 當了兩年 是 高雄他們停車的地方比我們方便多 你機車 你們隨便停嗎 是真的 我們機車也不能隨便停啊 是 對不對 那你坐捷運嗎 我現在當然躲來台北去 不是 從您來高雄 不是啦 我是說台北的話 你一般上班旅 一定是搭捷運比較方便嘛 你機車沒有地方停 他們隨便停就可以 當然騎機車比較方便嘛 畫紅線的地方沒那麼多啦 就是可以讓你擦 而且路又大 店家也很好 路又大 對不對 然後又不 高雄會不會常下雨 應該不會 不會 而且 重來不下雨 什麼叫重來不下雨 可死啦 自己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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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邊出外景 十次 有九次都不下雨 有一天下雨 下一下就停了 而且是毛毛雨 所以那你也不能說 從來不下雨 對啊 那就是你發的問題啊 你這件事跟 潘若迪混在一起啊 包括人會寫雨是 沒有沒有 有夠的模式 天氣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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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真的很好 高雄我看 一年能夠在十八度以下 沒幾天耶 含牛來的時候 對 就沒幾天 而且含牛其實 到了高雄其實也變弱了 也不叫含牛 因為比較南部 高雄應該十五度 就叫含牛了吧 很少有個十五度的啊 十五度已經下雪了 二十五度就含牛了 我跟你講呢 你這樣穿 坐高鐵到高雄 你就要脫這個外套了 我這樣穿大家 大家一定一直看我對不對 是啊 你一輛車在說 這是台北的 沒有他一下就大家 好秋 很味噌喔 身體不太味噌 真太多 衣服太兇了 不過以上就是你看 台灣算是這麼小小的一個 一個地方喔 其實 蛤 我剛剛沒看到好恐怖 高雄 台東人吃藍蜻蜓耶 藍蜻蜓 誰講的 炸雞店 炸雞店 怎樣 吃藍蜻蜓 藍蜻蜓是炸雞店的店名 店名 像那個洗戶會一樣 藍蜻蜓 藍蜻蜓 只有這個台東人 藍蜻蜓 OK 好 屏東最好了 安全帽沒人偷 真的 真的假的 因為前掌沒什麼安全帽 哇賽 那生意不能做喔 對對對 後來花蓮講幾句話 花蓮你推薦最好玩的是什麼 有最好玩的 花蓮的海邊 對 對 還有呢 吃羊排 鯉魚潭 踩天鵝船 還有呢 鯉魚潭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花蓮有一個 還有那個它不是有一個西谷好漂亮喔 對 木骨木魚 對不對 木骨木魚它是 它是那種峽谷型的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 最近很流行 塑溪嘛 對 對 就在那邊 對 哇 多漂亮啊 那個潭水是透綠色的 真的沒幾個地方全世界 沒地方是一樣的 但是要注重環保 注重環保 對不對 不要把垃圾留下來 抱獎 我們現在請我們送一名推薦的 來 推薦一個台北的哪裡 台北的 我屁什麼 哪裡沒有啊 國光 幫忙 請我們送一名推薦一個 來 推薦一個台北的哪裡 台北的放書都可以 台北 太方便 你剛剛不是一次幹掉嗎 沒有 我都沒有幹掉 你推薦一個 台北啊 其實台北太多地方 什麼 什麼中正紀念堂啊 龍山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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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推薦給外國觀光客 我們自己國家的人 要玩什麼 我們自己國家 我跟你講因為台北實在太方便 又沒了 太方便 到處都有便利商店 哪一間進去都沒有 便利商店 什麼 便利商店 哪裡沒有啊 他們有的我們都有 西門町嘛 西門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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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七斤 然後 如果要吃小吃的話 高雄有好幾個夜市 六個夜市 然後 瑞峰夜市 瑞峰 金鑽夜市 凱旋夜市 還有很多百貨公司 可以逛 百貨公司就不用了 我們就去夜市了 好不好 就希望大家多花點時間 多聊天 我們自己台灣啊 一些風俗民情 然後去那邊玩一玩 其實呢 台灣人最有一點 熱情 對 對 這個熱情 就可以 彌補一切 沒錯 到哪裡都 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對 希望大家都去台灣玩一玩 好 謝謝各位大家的國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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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超好笑 本身爸爸是比較愛喝酒 你怎麼會養大的啊 叔叔養大 叔叔 原來是狗幣的叔叔 到底時候 有什麼東西會放你身上 你之前你是因為離我太遠 要不然我就飛去 謝謝 謝謝